我之前是在那个小红书上面认识这个商家的 然后我就跟他微信联系 然后到他们宠物店来买猫嘛 我花了 首先是付了300块钱买一个金剑层 他说保证 做便宜 后面还有呢 还有每个月付298块钱 用于就是购买那个宠物的粮食 领猫用户协议显示 甲方是杭都市前堂区 他去宠物用品店 乙方就是刘女士 协议约定 这只两个月的金剑层小猫 小长价是300元 协议有效期 从4月11号到2026年4月11号 刘女士还办了分期 每个月支付给店家298元 用于购买猫粮 订单总额7152元 4月18号那天 宠物医院对小猫的检查描述是 冰死状态 低体温 严重脱水 大便不成型 刘女士介绍 当时小猫没抢救过来 相当于养了一个星期 就病死了 她说要解除这个合同 赔偿他们800块钱 如果你要想再养一只猫 就是按市场价50% 再付给他们 然后才能再领一只猫 合同是不解除的 就是这样的情况 你不同意 不同意 我觉得他们有点霸王条款 她去宠物用品店 在杭州前唐区的一个综合体里 店门上了锁 隔着玻璃可以看到里面有不少小猫 刘女士拨通了一位刘店长的电话 把我合同解除 然后就是猫的费用给我报销 我也没有其他 还有300块钱 还有那些其他费用我也不需要了 因为反正是我在你这购买的嘛 双方目前最大的争议是 那只小猫被刘女士领养时 到底健不健康 确定是健康的 你有什么证明 可以证明它是健康的吗 那我也反问你 你有什么证明 你能证明它是不健康的吗 对啊 那这个猫有没有打过那个疫苗什么的 打过疫苗语语啊 你自己也去医院检查过了 没有猫瘟没有传父对不对 它不是有那个猫冠状病毒吗 冠状病毒猫90%的猫 都是自身携带这个病毒的 刘女士介绍 小猫领回去后不太吃东西 养护不当造成的 那我问你你也没有说呀 我一直问你你也不回我 你就说猫就是吃的少呀 谢谢同事 吃的少之后 4月16号上午10点多 刘女士通过微信问店长 小猫不怎么吃猫粮是怎么回事 到了下午3点多 店长回复 让刘女士把小猫带到店里去 刘女士当时说自己有事情来不了 17号那天 刘女士又说小猫两天没吃东西了 店长当时说小猫食量不大的 当时刘女士还发来一段视频 显示小猫走路有点病痒痒的 之后刘女士说 她把猫带到医院看看 到了18号 刘女士告诉店长小猫快不行了 你说你领养的领养不应该是免费的吗 那你还要收300块钱那是什么呢 店长介绍 金剑层小猫市场价2000元左右一只 刘女士算了一笔账 自己支付了所谓小长价300元 还办了分期 每个月要支付给店家298元用于购买猫粮 订单总额7152元 她认为这其实不算领养 而是高价购买了 店长给出的最终方案是换猫 市场价50%的价格可以让它换一只猫名 但她自己现在也不同意 就一定要解除合同 就合同的话 如果她说一定要解除合同的话 那也可以 反正我们就按合同走 合同是怎么样的 我们就按合同走就可以了 双方没有达成一致 1818黄金眼记得报道